老人家单亲妈妈开心毕业 手中每个红包都装着五千元 要帮助弱势民众安心过年 但欢笑背后却是 议员自掏腰包的心酸故事 只因为说好要捐钱的人 根本没现身 从一开始说要包五千 然后再降到三千 然后后面又说什么 可能嫌这个里的人数太少 希望能够再换个形式 那干脆砍掉其他里的 都不要包了 就临时要中断这件事情 是完全不信守承诺 议员越说越无奈 原来日前降遇国际张庆董事长 母亲去世 期盼做善事给妈妈回向 找上红婉珍 说要提供30名弱势名单 每人发五千元红包 经过确认规划到万华四个里 发给30位弱势 但在前夕变卦 捐赠前一天 更透过通讯软体表明 不必四个里 维持两个里就可以 可以跟另外两个里讲 年后再说 若还是30位 每位就是三千元 洪婉珍表示无法接受 疑似维持原时间地点 结果相遇 不但没提供半个红包 直到疑似结束 人都没现身 我就决定 要把我自己的 今年的 就是我上任第一年的 年终奖金 拿出来 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并不是我个人有多么伟大 而是我觉得作为名代 我既然讲了 我就要信守承诺 而这样的无良企业 你嘴巴上喊着说 你要做公益 但你实际上做出来的 完全是违背 你当时所讲的 我觉得是让人相当的遗憾 面对议员痛批 想遇声明和红议员 较不熟悉 由于超出受证额度 细节还在协商 并且将陆续在年后捐赠 声明也感谢红议员 提供名单 只是美式一桩 却演变成跳票 不只让议员荷包失血 恐怕也让公司信用 打了折扣 民事新闻理论 英文前台北报道